原本號稱第三勢力代言人的柯文哲 如今是多重弊案纏身 但這也讓其他第三勢力的小黨找到機會 包括激進黨 時代力量在內都紛紛在社群媒體評審量 不只要表達對民眾黨爭議的憤怒 也要為二零二六的議員選戰 提前展開布局 一分鐘告訴你 黃國昌都怎麼帶風向 柯文哲的新聞事件爆發了之後 他的支持者其實紛紛的跳船 一直是短片以嘖嘖貼文 炮火猛烈 都在痛批原本自封為第三勢力代言人的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如今他弊案產生 其他第三勢力小黨 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小黨貪腐是不分黨派的 尊重司法的調查 這是我們的基本態度 民眾黨在黃國昌的帶領之下 他為了要接收柯文哲的政治遺產 不惜煽動民粹來挑戰司法 觀察到比較不齒的是 目前其實民眾黨所有的指標性人物 都在企圖要煽動這些支持者對於檢調的 不信任跟連政這邊明明就是合法的搜索行動 從柯文哲被搜索當天到隔天 時代力量發出多則臉書貼文 激進黨成員更狂發六則以上的影片或新聞稿 將矛頭對準柯文哲或黃國昌 畢竟趁著柯文哲出事 小黨搶占第三勢力話語權 也順勢為二零二六選戰布局 民眾黨靠著柯文哲的高知名度 一路茁壯成第三勢力最大黨 如今開始走下坡 其他小黨也準備好戰將 要強碰民眾黨議員選區 第三勢力招牌 因為柯文哲的光芒 一度被民眾黨獨佔 現在這道光芒逐漸暗淡 其他小黨抓住機會強版面 記者綜合報導